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很遗憾啊 唐宏部长我必须提醒您 我刚才说的就是 如果委员到我们的 必须提醒您部长 是 天才跟魔鬼就是一线之间 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速 就在这边关枪关掉 我以为你会很直率地回答我 你的核心价值 但是你并没有 院长午安 委员你好 好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 就是说我们就是理性的对话 跟沟通 然后呢我会有时间 让您慢慢来回复 谢谢 请多多指教 谢谢 那个行政院成立数位发展部 组织规模是六四二数 而法定员额将近一千个人 在一百一十二年度的预算 也编列了两百一十七亿 预算员额是六百个人 而这个部接牌成立了之后呢 各界有非常多的批评还有质疑 不管是他从预算到原额 从费用到职能 而我觉得 大家的质疑是认真 而且是具体的 我想这个是行政院 还有我们的数位发展部 你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政府 没有办法诚实地回应 各方的质疑的话 那么我们的政府 花人民的纳税钱 就可能会制造出一个监控数位资讯的大怪兽 所以在这里我想请教院长 行政院所属的机关法人 在我们数位发展部成立之前 有没有关于建党统计 分析应用 还有公开资讯的数页业务单位 有没有 我们政府机关 设在各方面 本来就有各方面的职责分属 不过 迟到一件件演变 最后我们觉得 成立数位部是必要的 而刚才委员所质疑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外界的误解 比如他的预算经过有一些是 延续各部会来后 原来在各部会 原有业务 或者是前瞻建设的预算 第二 管理人的部分 经过贵院所通过的 法组织法里面 规定 因为数位日系业役 许多人才在民间 不是政府 用原来公务人员体系 硬邦邦过度僵化 能够延览 所以贵院同意 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让人才的禁用 比较松绑 目前数位部都照这样在进行 我请部长给你报告一下 对 院长我刚刚只是问您 就是说我们的政府部门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部会 其实是有的 那么我们的政府 有一个叫做 国家高速网络跟计算中心的部门 我们简称它为 国网中心 而这个部门 已经也运作了31年了 既然我们政府的数位资讯业务 已经行之有年 您刚刚也一直讲到 其实各部会也有 那么这一次 为什么不结合民间团体 还有企业的需要 还有主张 以现有的政府的数位建设 作为基础 然后进一步的全面整合 提升国网中心的数位效能 还有行政位阶 你们要另外成立一个新的数位发展部 是有什么样的特殊能耐吗 是其他部会所没有的吗 那就我了解您刚刚也讲了 数位发展部的架构下面的六师二属 除了民族网络师之外 其他的师属都是分别从国发会 经济部 通讯传播委员会 行政院的资安处 还有交通部的邮电师等等 这些单位的数位资讯部门 移植过来的 而这些移植过来的数位发展部的资讯单位 也都是各部会多年来他专职负责 而且已经成熟运作的数位业务单位 行政院你们有没有评估过 那一些被移走数位业务的部会 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功能障碍 而整合到数发部之后 将来多了所谓的横向联系 效率难道会更高吗 还是要集中所有的数位资讯 方便伸手去管控 还是为了要兑现蔡英文总统的证件 要打造一艘顿位空前的数位资讯的航空母舰 我们来看一下 刚辞职不久的郭耀皇政委 他不管是在去年 有关数位发展部组织法的立法院的答询 或者在前一阵子 媒体的专访里面 他曾经提到 他说数位发展部的编制原额是400个人 组织设计上面 约聘雇人员的比例 不会超过总原额的25% 可是我们现在看一下 数位发展部提出明年预算的时候 原额从原来的400个人增加到了600个人 然后从其他部会移植过来的原额是105个人 所以新增的职员还有新的约聘雇人员增加了500位 而非常巧合的是当行政院你们内定唐凤担任数位发展部的部长之后 8月8号行政院你们又公布了数位发展部处务规程 而民主网络师这个单位也在这个时候跟着出现 而这个规务规程里面所规定的民主网络师掌理事项的内容 除了国际交流还有合作之外 我们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在组织法的掌理事项当中 很显然这个民主网络师是数位发展部 内定唐凤部长以后最后阶段才加上去的 为什么五十二组的人员从原先编制的四百个人 最后加上了一个所谓的民主网络师 约聘雇人员的比例就从郭耀黄政委的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瞬间暴增到唐凤部长你的百分之五十 很显然的新增的约聘雇的两百个人 都是民主网络师要用的人 挣钱换将然后又把数位发展部的筹备负责人换掉 然后你们又仓促的增设了这个所谓的民主网络师 而且还是数位发展部里面各私属用人最多的单位 这是为了什么到底想要干什么 而我们从民主网络师的官网上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也只能看到一些说的高来高去的所谓的什么国际化的目标 还有物理抗花的多元宇宙科 而我们从数位发展部的触物规程里面 我们又看到了 民主网络师你们掌理事项的第十一条的规定里面出现什么 出现了数位民主研发还有公民科技伦理跟自律规范的字眼 什么是公民科技的伦理呢 为什么要有自律的规范呢 而当这样的公民自律的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政府的科技伦理还有自律规范 是不是相对的也应该要有所规范呢 而民间机构法人团体还有企业 是不是也应该要有相同的规范呢 在你们提出所谓的伦理还有自律之前 是不是也应该要先明确的宣示 人民的资讯人权是什么 这样的人权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不可以被侵犯呢 我们来看一下前几天Google还有脸书 他们因为没有经过用户的允许 收集了使用了用户的资料 而被韩国政府重罚 然后当我们政府要高举所谓的增强数位国力 扩大数位版图的大旗的时候 民族网络的治理 难道就只有公民必须服从跟自律吗 而这样子的网络还有民族可言吗 而民族网络师 是不是就会像1984小说中那个生产真理的真理部核心 那么今后定夺真理的人到底是谁 是数位发展部的唐凤部长吗 还是那两百名的约聘雇人员呢 还是那些不在编制里面的所谓的违败万包人员呢 难怪民间大家都讲这个仓促成军的民族网络师 是政府的网军中心 而且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约聘雇人员还有伟伴的外包人员 他们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文官的养成还有训练 只单凭一纸合约就来工作了 当他们拿到数位发展部垂手可得的资讯 执行上级所交付的任务的时候 他们当然只会言听计从的拿钱办事 在这些人里面还会有人品持所谓的行政中立 或者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做事吗 所以我要讲的是 数位资讯的收集处理运用 是需要把平等透明公开的分享资讯 并且要保护人生的权益作为原则 这样才可以让数位民主得到实现 但是如果反其道而行 数位独裁也是轻而易举的 因为人才是网络民主的主体 院长就给你一点时间 你可以来说明一下本席的担忧 还有外界的疑虑 谢谢 我觉得委员举这个欧威尔写1984 其实在写1984时候的欧威尔 并没有数位也没有网军 那所谓定夺真理的老大哥 他讲的不是这样的情况 而今天我们来的数位发展部 其实委员引述的外界一些疑虑 其实是五会 比如相关的科学研究等发展等 还是属于我们的国科会 另外有关这个人员的禁用 因为民间以及数位的尖端人才 有一些并非委员所说 在长期公务员训练中可以禁用 或者可以借他的能力的 因此才会有这一个比较宽的禁用标准 也是贵院所定的法律所同意的 而数位发展部在这一方面用得很节制 到目前都还不到15个percent 我请谭部长给你说明一下 没关系 谢谢委员 我们不到明年年级也用不到15percent 部长我待会会给您机会说 按照你们所讲的 我知道院长您刚刚所讲的是 现在禁用没有到那么多人 但是在法定员额 你们的确是要求那么多人 你们只是必须要逐年把它补齐 那也是贵院同意在这个尖端发展快速的时代 我知道院长 所以我就说在所有提出这个人员禁用的时候 你们早就想到是要需要这么多人 这是目前没有吗 这是贵院 院长您知道史诺登吗 史诺登就是把美国国安局网络监控监听 绝密计划公布出来的这位缺少者 他公布的临近计划 连德国总理梅克尔都是被监听监控的对象 这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说 人才是网络民主的主体 例如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 还有政务次长李怀仁院长都很熟悉 这些主管他在主管数位业务的官员 他怎么样对待人民 在数位资讯中的角色还有地位 他们的原则还有他们的思想就非常的重要 我现在讲一小段故事给您听 2003年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夏祖九 他介绍了一位年轻人到我的办公室 和我的同仁分享了部落格的网络效能还有作用 我办公室的同仁回忆起来 当时这位年轻人介绍部落格在网络里面成功运用的案例 他拿的是1999年发生在西雅图 反对WTO群众运动 而这位22岁的年轻人 他在介绍西雅图抗议活动的时候 对于当时活动的网络动员的技术 他特别的热衷 他热情的赞叹了 利用部落格的技术网络动员群众的效果 这个给我的同仁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1999年这场反对WTO群众运动 他们是要反对什么 反对富国强权 借着WTO拿贸易自由当借口 然后来剥削掠夺穷国的一场运动 他们抗议还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他们要求的是贸易公平 而当年那位22岁的青年唐忠翰先生 现在已经变成我对面的这位数位部的部长了 那一场全球同步反对WTO的运动 想必唐部长您还意向深刻吧 唐部长你还记得吗 当年反对智慧财产权的运动诉求 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智慧财产权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早逝的天才 亚伦斯瓦茲 据我知道这位也是唐部长 你相当敬重的一位骇客运动者 我们来谈一下斯瓦茲 斯瓦茲他在2008年的7月发表的 《开放存取的游籍队宣言》里面 他开宗明义的说到 资讯是一种权利 但是就像所有的权利一样 所有的人都想要把它占为己有 他在宣言中也质问 他说为什么只有第一世界有钱的精英大学 才能够读到那些版权的知识 为什么贫穷的第三世界就得不到分享一起学习呢 2011年斯瓦茲他为了要挑战学术版权私有化的体制 他总共下载了480万篇的期刊论文 因此被美国联邦政府以13项的罪名求刑35年 求偿100万 而尽管美国政府后来因为舆论的压力 提出只要他认罪协商就可以重庆量习 可是斯瓦茲他认为知识是全人类思想的共同资产 本来就应该属于全人类 他拒绝认罪 于是在2013年的1月11号 他选择自杀 他以死名字 享年26岁 他为了要让人民得到资讯的权利 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而现在防控部长 你为了要让政府得到这样的权利 你搭上了部长 我要请问您 您上任之后 还坚持您在2014年 反扶冒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您所主张的政府必须透明性 还有资讯人权的主张吗 您赞同总统和政要的毕业论文 可以列为机密封存30年吗 您赞同人民的纳税前购买的疫苗价格 列为机密吗 您赞同进口的天然气的价格 列为机密吗 在您回答之前 我要先声明 政府用人民的纳税钱来编列预算 来计算政府的债务 来举债透支 但是当缴税的人民要问政府 我们的钱花到哪里去的时候 一切都变成了秘密 没有答案 而我们的国税局动不动 就要去查人民有没有缴税 难道人民就没有同样的权力 可以查政府的账吗 而这样的政府 唐部长您认为透明吗 请您简单的说明一下 谢谢 谢谢委员 委员前面的质询 就是提到我们用人约聘等等 那个是事实上的误解 我们并没有所谓逐年编列约聘到300人 完全没有这回事情 我们到明年年底为止 用约聘的人力也不会用到15% 也就是说在580几人里面 其实只有80几人是所谓的约聘 而民主网络是 委办人员呢 这跟委办人员没有关系 您刚刚提到的就是 一波人员跟约聘人员 中间还有多一个叫做商调人员 我们绝大部分都是以商调人员来办理 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司署长 目前都是常任文官 我们恪守行政中立 当然当时在大院讨论的时候 部长你不要在这边再跟我那个官腔关掉了 我刚刚问你几个问题 请你回答我 您的想法是不是跟您还没有到 这个行政部门工作一样 你希望政府是公开透明的 我只在最后讲一句话 就是您刚刚说 我们在就是部里面民主网络司 它事实上就是其他部的国际合作司 只是我们合作的对象 不一定是国家对国家 而是民主政体或者民主团体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才取这个名字 可是民主网络司 你用的约聘部人员最多不也是吗 他们也没有经过 他们也没有经过我们的这个政务讨和 都是因为资安署的需要 所以去了资安署 非常遗憾 部长您是大家所认为的天才 可是你的这个油嘴滑舌 让我非常的意外 那没有关系 我再提醒您 你不回答我 刚刚问您的几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本部如果委员去观望的话 2014年的时候 您为了要直播占领立法院的实况 你拉了好多的网路线 你也整并了好多的宽评 您说什么 您说这是人民可以同步看到立法院里面的实况 您也说人民的资讯人权 您更说政府需要透明 而刚刚你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要说的是 政府花钱越来越快 举债越来越大 秘密也越来越多 您是不是应该要运用您的网路专才 像维基解密 阿桑奇那个样子 公布政府不愿意让人民知道的秘密 我刚刚讲过 不管是斯瓦茲也好 史诺登也好 阿桑奇也好 这些人他跟政府 跟法院还有名校对抗 他们为的是要捍卫什么 捍卫人民的 获得资讯的权利 还有他希望政府能够透明谦虚 从这些初心出发的他们呢 最后不是铃铛下狱 就是死于非命 而您现在已经贵为部长了 部长我想请问是您的初心变了吗 还是您一直都没有变 那些要求所谓的贸易公平 还有反全球化的信念 从来就不是您在意跟关心的 而您着迷的只是 运动的网路动员技术 还有操作舆论的风向而已 我想这个部分 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下 航空部长 结合你领导下的网路技能 然后再配合政府的加密操作 然后再加上数位中介法的 潜质舆论的言行重罚 数位发展部将会成为 全面收集监控人民的个资 还有我们的言论 甚至我们的隐私也是会被监控的 而刚刚院长你也提到的 乔治威尔小说1980里面 当然它是虚构的 它虚构什么 那个无所不在 监控人民的老大哥 现在有了数位发展部 他就活生生的在我们的政府里面 所以今后只要没有政府的同意 还有或者是跟我们政府立场 相反的言论都会被书发部 垂首可得的资讯整合质疑 甚至被消失或者是被处罚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 美国他怎么样 美国他赋予他的政府单位 中央情报局 国家安全局 国土安全部 虚假资讯管制委员会 还有民主基金会等等这些单位 他们收集资讯 然后去侵害个人 公司 民间组织 法人机构 甚至于他国的政要的权利 我们刚刚讲到的 梅克尔就是一个例子 他要成为全知的 愚求的世界霸权 而他为了要维持他的霸权地位 他的数位资讯部门 会把美国政府公然说谎的资讯 漂白 成为真理 成为虚构的普世价值 而这种全面监控的老道哥 他就一定要有一个 漂白他统计算计的宣传部门 而这个唯一的宣传部门 他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宣布真理 铲除一击 然后把人民自主 独立的思考能力 关进数不清的元宇宙里面 而这件事 唐部长你已经开始做了 我们看一下 您办的总统杯黑客松 蔡总统不是还亲自去致辞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CIA中情局 他还要约见我们的军情局长 而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还和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孙小雅 一起出席了台湾资安大会 说什么要资安联防 可见得数位资讯情报整合 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想这就是民主网络师 成立的真正目的吧 院长 有没有人担心 这样的描述跟事实差得好远 有一些是很严重的误会 刚刚民主网络师 唐部长已经跟你说明 我们和民主国家民主政体 各方面的互动等等 另外唐部长并不是要把手伸进去哪里 不是这样 这是很大的这个歪柔了 我们看到反而是在台湾的民主化 透明化 在全世界最权威机构的评比里面 我们不但大大进步 而且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至于相关资讯的服务 种种的建制 其实数位发展部正是为这一个 台湾往这一方面提升 另外多元宇宙的这些方面 因为彼此之间怎么样通 让他能够更有 为知识的发达 迅速的能够掌握资讯 做服务 正是唐部长 他责任在身 并不是要去监督人民 这是很大的误会 那如果你能让谭部长稍微说明一下 他的想法跟立场可能会更清楚 是不是让谭部长说明一下 谭部长你说明 但是我很遗憾 你在你说明之前你都没有回答我 我刚刚一直讲说 部长或者是政务次长 你们的思维和做法就很重要 因为你还没有进来之前 你就一直强调政府要公开透明 我刚刚问了你那几句 我就是想要尝试看一看 您的核心理念有没有改变 我们请助理放一下 我刚刚问了那几个问题 你先回答我那几个问题 然后再来回答其他问题 我入隔六年 那我担负的工作之一 就是开放政府的推动工作 开放政府就是在 让我们的事务官常任文官 理解到说 让人民在拟稿的阶段 就是还没有做成意思决定的阶段 就参与讨论 就能够透明的看到资讯 部长很抱歉 我必须打断您 因为我很重视 我刚刚问您的几个问题 请您按照我的这个问题回答 我是在回答您的问题 你不回答你也可以 暂时请你 你赞同总统和政要的毕业论文 可以列为机密封存30年吗 因为既然是要公开透明化的话 我是在回答您的问题 没有啊 你赞同总统和政要的毕业论文 可以列为机密封存30年吗 回答委员的问题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很遗憾哦 唐宏部长 我必须提醒您 我刚才说的就是 如果委员到我们的 必须提醒您 部长 是 天才跟魔鬼就是一线之间 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速 就在这边关枪关掉 我以为你会很直率地回答我 你的核心价值 但是你并没有 好我还是回答我刚刚所 继续想要问的问题 眼看着美国现在他的手 已经胜到台湾了 而中华民国的主权也 已经沦上了 我们的政府从上到下 既然还额首称庆 欢欣鼓舞 我真的很担心 我们的政府到底将来 还能不能够独立自主的运作 美国 他也已经把台湾 把它绑上 他们已经设计好的 所谓的战争快车上面了 我真的非常担忧啊 部长我在最后提醒您 您可以没有斯瓦茲 没有阿桑奇 没有史诺登 所追求的那种平等 公开 透明的初心 但是我要提醒您 当您开始来操控网络之后 那一些反对您的 史诺登 斯瓦茲 阿桑奇 一定会出现的 所以请你牢牢记住 您虽然是有这方面的长才 但是希望您把长才好好运论到 应该要有的地方 好不好 院长 我要提醒您 连梅克尔都会被监控 您恐怕也是被监控的对象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了 谢谢